不同的区块链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功能 在区块链领域经常出现的公有链、私有链、联盟链、许可链 这些区块链有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 公有链是指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入到系统中拂取数据 发送可确认交易、竞争记账的区块链 公有链通常会认为是完全去中西化的 因为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可以控制或篡改其中数据的图写 公有链一般会通过代币机制来鼓励参与者竞争记账 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 比特币、以太坊都是典型的公有链 私有链是指其写入权线有某个组织和机构控制的区块链 参与节点的资格会被严格限制 由于参与节点是有限和可控的 因此私有链往往可以有极快的交易速度 更好的隐私保护、等低的交易成本 不容易被恶意攻击 并且能做到身份认证等金融行业必须的要求 相比中心化数据库 私有链能够防止机构内单节点故意隐瞒或者篡改数据 即使发生错误也能够迅速发现来源 因此许多大型金融在目前更加倾向于使用私有链技术 连盟链是指有多个机构共同参与管理的区块链 每个机构都运行着一个或多个节点 其中的数据只允许系统内不同的机构进行补写和发送交易 并且共同来记录交易数据 私有链和联盟链之间的设计 因此权限会有不同 联盟链中的权限设计要求往往会更为复杂 许可链是指参与到区块链系统中的每个节点 都是经过许可的 未经许可的节点是不可以接入到系统中 因此私有链和联盟链都属于许可链 有些许可链是没有代币机制 因为不需要通过代币来鼓励节点竞争记账 随着应用场景的需求更复杂 区块链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公有链与许可链的边界逐渐开始模糊 开始出现混合链 个点是系统内所有节点有不同的权限 有些节点只能查看部分区块链数据 有些节点能够下载完整的区块链数据 有些节点负责参与记账 混合链可能同时具有公有链和许可链的优点 但开发难度较大 会是未来区块链技术发展的方向之一 无论是公有链许可链还是混合链 都没有绝对的优劣 往往需要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 来选择适合的区块链类型 你明白了吗 嗯 嗯